LNG的日式雪藏布沾平底鍋 講這麼多平底鍋 這平底鍋怎麼不一樣 一個好的平底鍋跟人一樣 比例要好 有人長得不怎麼樣 他比例好看起來很好看喔 以草來講 我們用客家小草這種最難的 來考驗它 豬肉 因為這個幅度能夠把豬油 全部可以完整的保留在鍋子裡面 然後接著去編 把每個材料的香味都編出來 而且保留在裡面 所以它的比例是很漂亮的 能夠炒出客家傳統味的這種平底鍋 才是我們要的平底鍋 一般的平底鍋不太會有蓋子 這蓋子可以讓它更厲害嗎 這裡有兩個透氣孔 是從這裡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這個鍋蓋還有一個 這個是微不足道的設計 看不出來的 但是它非常好用 它造成它的熱血 你在加熱的同時 你下面的東西不會燒焦 我們看老師在做 海鮮煎餅跟烘蛋 它沒有燒焦的 而且又酥脆 這個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如果說你家裡有三個人 四個人你想要吃個大烘蛋 這個烘到一個烘這麼厚 海鮮煎餅是要靠這個 蓄熱度整個撐起來 好 這個不挑什麼 其實它後面還有做一個導熱牌 它現在直接上電子 全家人圍在一起 這個四個人是OK的 但是有很多觀眾就會問 如果這個膠條 這個矽膠條 壞掉了怎麼辦 廠商有得辦 他覺得壞喔 對 這是我們非常非常嚴格的建築廠商 那總共有兩個顏色 白色跟黑色 這個可以說 有很多人 找你 找你 找我 有個夢想 跟那個路 那些人 找我 找我